大馬興山慈濟幼兒園28位小朋友 迎接人生的第一場畢業典禮 師長們撥碎祝福 見證三年來的成長 也期待孩子們把善與愛的種子 傳出去 你看到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我都在重複 祝福你一定要把愛傳出去 要把在幼兒園裡面學到的 一些點點的事物 要記得去實踐 要把路好好的走下去 看著小小孩認真演繹 父母恩仲男抱驚 舉手投足間萦繞笑道喊義 他情緒是比較容易波動 有時候他會語言表達上面 他不是太好 那麼他就會用情緒來表達 但是我發現就是 就近半年來 他已經開始很努力地 認識自己的情緒 然後懂得怎麼樣克制 看到他的進步是真的很大 真的是讓我非常非常感動 他以前剛剛上幼兒園的時候 他起身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三年裡面漸漸地 把那個起床的時間 就改成比較短 有時他很早就起來 然後他的動作很迅速 在這三年裡面 我相信實際的教育 讓他改變很多 貴邪父母再奉上一口湯圓 這只是形式上的笑 但幼兒園的人文教育洗禮 孩子們變懂事 懂理 早已是最好的回報 達人新聞 珍珊美之工葉秀文 馬來西亞報導 有請消防服務 為甚麼時... 金牌